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摩根资产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 邱翔泰 欢迎收看我们2022年的 经济和投资展望的短片 我们的展望分为三条短片 解答一些重要问题 前两段我们提到全球的经济展望 和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势 今天我们当然要讨论一下 就是资产配置和投资展望 第一个问题就是 亚洲投资者应该如何配置股票和债券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 依然是处于经济增长周期的初至中部 因此一些风险性的资产 例如股票和企业债的表现 应该会被一些更为保收的资产 例如政府债券和现金优胜 成熟市场的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也会继续将政府债券的利率推高 代表投资者在债券的配置当中 应该采取一个短存续期和高收益的策略 高收益的企业债和个别的新兴市场债券 就符合这些要求 在股票方面 全球化的配置依然非常重要 但重点将它逐步由欧美 转移至亚洲和中国 中国的经济表现 依然受到监管环境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我们认为监管环境在未来几年 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 但股票的估值已经反映了一大部分的挑战 再加上减碳排放和取替进口的科技产品 将会继续受到政策的支持 有利投资者 在亚洲其他地区 疫苗接种的比例逐步上升 也会令到内部需求继续复苏 令盈利的表现更加乐观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成本压力上升对企业盈利的前期有什么影响 对于企业的盈利增长来说 2021年应该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 虽然说2022年盈利增长速度会放慢 但依然可以达到5%至10%的增长 在美国市场预期每股盈利的增长可以高达7% 与疫情前的长期平均水平非常接近 在亚洲盈利增长更有机会可以高于长期的平均水平 我们也留意到不同行业的盈利表现将会有很大的分歧 经济从疫情之中复苏 应该会对一些服务性的行业有比较大的帮助 供应链的问题逐步得到舒缓 也可以减少成本压力 对于零售业下游的企业将会是好消息 金融业也会受到利率上升和经济活动的复苏优惠 那投资者怎样可以寻找收益呢? 寻找收益仍然是亚洲投资者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但如何去赚利息难度越来越高 现金回报非常低 因此我们需要在传统收益资产 例如在政府债券以外去寻找一些机会 以下我们相信是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收益的几个选择 高股息的股票现在正受惠于企业盈利的复苏 我们留意到企业的股息增长和盈利增长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虽然盈利增长最快的时间已经过去 但我们相信在未来两至三年依然有增长空间 也代表股息依然会继续上升 特别在亚太和欧洲地区 虽然最近投资者对中国地产商发行的债券有很大的保留 但新兴市场的高息债不是只有中国地产商 如果投资者可以小心选择 依然有不少能够提供高收益 但违约风险是相对可行的投资机会 同时高息债券的久期或全续期相对偏短 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之中 债券价格抗跌力亦相对较高 投资者也不应该忽略一些另类的资产作为收息来源 例如一些地产信设基金或基建项目 这些资产与股票市场相关性偏低 同时和利率上升都没有明显的关系 因此在资产配置当中 可以扮演一个分散风险的角色 多谢大家收看这条短片 希望这三条短片可以为大家新的一年 投资方面带来一些启示 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投资顺利 如果你想得到我们2022年的投资指望的话 请你联络摩根资产管理的销售团队